你知道 你知道我是一個天主教徒 其實我小時候沒有參加過 這種廟會活動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說 真的在出廟的時候 我當時全身擠雞皮疙瘩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在五輔千歲的 那個什麼南昆森 後來我看到 你沒有在現場 你很難感到 這麼多人 今天這個場合是多少 十五萬人 十五萬人 擠在這個北港朝鮮 這附近的街道 喊到 這個多震撼啊 鳳姐 你看到這個畫面 絕對真的會起雞皮疙瘩 為什麼呢 十五萬人在這個媽祖族 要三進三出的時候 在那邊喊 真喔 真喔 十五萬人在那邊喊 你看空拍圖的畫面裡面來說 當地有十五萬人 同時在那邊喊 你就知道那個震撼力 是相當相當夠 被圍著水線不通 然後簡單 北港鎮平常只有 只有三萬人不到的 住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有十五萬人 來這個地方 幾乎是北港平日人口的五倍 來到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當地到底是多熱鬧 那你知道我們接下來 很多選舉的場合 但是你再也看不到像這樣 這麼熱烈 而且大家一起在那邊歡呼 大家都是非常開心的 這個畫面 欸 等你講看 在台灣中部四百個 兩百公里 四百公里來回的狀況下 你等於說是有數十萬人 在這邊就移動 數十萬人移動後 今天又有十五萬人 對 齊聚在北港朝天宮 而且你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空拍的畫面 有非常多密密碼碼的 這個畫面 喔 真的十五萬人 然後當然十五萬人進去之後呢 這個三邊罵先進去之後 然後這個白沙屯罵再進去 哇 兩個進去之後 大家哇 氣氛來到最熱烈的這個高點 你知道 你這些所謂信徒 終於抵達了這個朝天宮之後 他們終於等到這個晚上 又要準備 保證知道 我休息沒多久 晚上四十個小時之內 又要開拔回去白沙屯 就再走兩百公里 對 四十個小時之內 你就知道這個是多快的一個速度 接下來是走更快的 但是這一次呢 因為北港人都會迎接 一年一次的這個大 大的這個算是他們的盛事 你看所有的北港人都動起來 我有親戚來住在北港 住在北港 然後每次都是這樣 反正呢 這個香客來了之後 他們馬上二話不說 招待 北港人招待 這些所有東西 都是他們自動的喔 免費嗎 都是免費的 你要吃什麼都吃什麼 我買肉桑 我就出來肉桑交代你 我買怕 我就這樣子 我買肉桑 我就拿出來招待你 全部都是這樣 你看大家 你看就在炸東西啊 炸東西招待你 來 吃免費 分享 大家都是免費 你看他甚至還包成一包一包 這是油雞嘛 包成一包一包 欸 來 拿回去拿回去 他們都是這樣子的這個心態 對 所有 等於是一個大型的嘉年華 而且他是 所以不是說今天是北港朝天宮的事情 不是白沙屯媽祖的事情 是 是所有北港人的事情 我們北港人的事情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經過 每一個都是這個樣子 你看 你要喝水 我家有礦水水給你喝 你這個要做什麼 還有按摩耶 你看 給你怕什麼 還有人按摩 這是按摩啊 按摩 出動按摩 幫你按摩 你走累了來按摩 好 那還有什麼 還有人會演奏 殺個失封給你聽 所以等於是說在當地 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個淨香活動 它其實就是北港人的一個所謂的 大型的嘉年華會 而且我覺得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有人居然開放自己的家裡 讓你到我的家裡梳洗 當然 我怎麼不可想像 而且這不是只有北港 事實上從這次白沙圖往南走的過程裡面 沿途都是這樣 你看事實上也是這樣 你看這是在他們在攝頭裡面 你看攝頭 因為他們昨天很早就出來了嘛 對 六點就出來 欸六點出來 你看 他們當天已經準備了 你看饅頭 然後還有饅牛 那喝饅牛都沒問題 還有臭豆腐都出來 臭豆腐都出來 因為臭豆腐是素的嘛 素食可吃 所以大家全部都準備好 然後你在走的過程 不是只有早餐吃 走的過程經過路上你看 你看你要什麼 垃圾回收也有啦 然後包括沿途還給你喊加油 還有自己 不是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那裡還有自己烤的古早味蛋糕 有的 會自己買東西 譬如我沒有你買東西對不對 自己買東西來招待你 所以事實上沿路都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一開始就講嘛 還有人提供廁所 沐浴間 還有睡覺的場地給你 你說來 我們這裡有便室 我們這裡有給你洗澡的地方 大家都是這樣 沿路都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說這個很厲害 你看他們一路這次報名有十一萬人 參加有十五萬人 這樣子他們沒有準備 廟方其實沒有準備任何東西 反正我們就這樣了 那十幾萬人你們自己解決 那吃喝拉撒 都是沿路的人幫你解決 全部都是沿路的方向 而且他們也沒有組織 反正他們就是 而且你知道最感動的是什麼 這些人他也不確定你會不會來 因為他們沒有固定路線啊 沒錯 對他們都聽說 可能會來啊 趕快來 然後馬上就出來 所以你看這些人為什麼 臨時去買東西 因為他沒有自己做 我就買東西來 所以你看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令人感動的這個畫面 而且我看過這個紀錄片 紀錄片它有提到一個是 他說我去的時候呢 對 那要讓人叫狗 你如果你這樣子沿路 一直走一直走 要讓人叫狗的時候 你下次走的時候 你就知道 一定有一個責任 你還要叫狗別人 王姐 我覺得問過去過的人都說 他一定還會想再去 他說覺得有一種非常不一樣的魔力 好像人跟人的連結 變得更加強烈 那你看這讓日本記者也想體驗 所以你看這是一個日本記者 你看這是日本記者 他在那邊拍 有人拍拍拍拍 結果沒有拍拍 因為這有直播 結果拍沒多久 這個日本記者可能不見了 為什麼他去旁邊 去前面去更嬌了 去更嬌 等一下 日本記者來更嬌 對 你看他在這邊嘛 原本在這邊嘛 後來就到前面去這邊更嬌 那為什麼 因為媽祖可能覺得 你遠來是客 那我就讓你來體驗一下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那事實上 媽祖還真的滿有意思 那你知道 有更過嬌的時候說 其實感覺滿輕的 不會很重的這個感覺 為什麼 可能就是疑似你當時可能是 有媽祖的這個神力加持的這個狀況 所以那事實上這個 很多有意思的這個畫面 我有一次聽許浩平講 許浩平有一次也去跟著白沙屯媽祖 對 走著走著人家也去更嬌 是 我當時又特別問他一件事 欸 那更嬌是更真是更假的 你要往左走往右走 你是真的欸 是本來已經 那個什麼 你已經有一個劇本 你只是演那個劇本 還是說白沙屯媽祖 那個叫 不是你能夠控制 他說 他真的不知道 我跟那個嬌的時候 才是在海 對 海嬌的時候 你就身不由己的那樣走了 對 實際上更貴嬌的人都覺得很神奇 因為真的 這個嬌好像有一點魔力 在推著你走的這個感覺 好 那這個 這個所謂 宗教聖誌裡面 雖然說 是十一萬人報給 有十五萬人參加 但是你看沿路上 至少你看 經過了這個場合裡面來說 人家是推估 至少應該有百 上百萬人 間接或是直接參與過這個活動 那你更不用講 在百萬人的慶典 對 直接間接 因為你看還有沿途 還有很多人 他沒辦法跟著你走 但是他就招待你 這些都是參加過整個會議裡面的 整個這個進鄉行程裡面來說 你看 這一次裡面包括說去 這個鎮南宮的這個 閃亮三媽會啦 或是說 夜間第一次上這個西羅大橋 然後又去復興宮 對 這些都是這一次 可能我們很久很久 沒有看到一個狀況 在這一次發生 好 寶教你看這個畫面很有意思 他是經過這個 西羅的這個廣勝宮的時候 離府牽涉門口 寶教他圈起來那邊是什麼 因為他們在那邊放炮 放炮 被人家迎接他進來 結果你看 這個媽祖在那邊搖來 這個粉紅窗邊搖來搖去 那你知道他在放炮的時候 你知道嗎 出現了一隻狗在上面 那狗在那邊 狗不是怕炮嗎 對 狗其實怕炮 可是這個黑狗 就在炮堆裡面這樣走來走去 好像在跳這個舞 你看 就這樣好像在跳 迎接你這個媽祖來的這個鐘號 那你看這個狗一直跳 跳完之後 原本媽祖在那邊搖搖搖 沒有一定要進去 可是狗跳完沒多久之後 這個媽祖搖搖搖 就進了 就進了這個轎子 就進了這個廣勝宮裡面 真的非常有意思啊 你看 然後而且後來他還一直跟著 媽祖進來之後 他又一直跟在身邊 一直到媽祖離開之後 這個狗也跟著離開 所以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一次整個媽祖 這個所謂淨香的過程裡面 真的有非常多事情 讓我們難忘 好 瑞德 我看今天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這北港朝天宮 你可以想像 15萬人擠在北港鎮 然後整個北港 就像嘉年華一樣 我剛剛講的 三進三出 那個氣勢非常的大 真的 你只要看過這種 三進三出 不要恐怖的 進路進路進路 你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對 沒有錯 那麼寶傑你知不知道 我們台灣第一部的媽祖電影 是怎麼來的嗎 是因為一個媽祖顯靈的故事來的 顯靈 對 沒錯 民國39年5月的時候 當時在我們外島的地方 有所謂的反共救國軍 南海突擊隊 就是常常跑到這個中共 突擊美洲島 我不是說有背回一尊媽祖回來嗎 那一尊媽祖其實 那麼後來就放在我們台灣的萬華 然後呢 那麼事實上 去美洲 單回一個媽祖 對 沒錯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麼反共救國軍呢 他們的出去出擊的時候 船上一定 南海突擊隊 船上不管大小船喔 一定有媽祖的神像 那保佑他們嘛 那民國39年5月的時候 當時國航部下令 南海突擊隊呢 部分的這個船艦呢 返回台灣本島 要整補運補等等啊 結果呢 其中有一艘 因為他們的船沒有那麼大 回到 通過台灣海峽回來的時候 在半夜的時候 突然間遇到狂風暴雨 那個狂風暴雨 大到什麼程度 它整艘船的發動機故障 然後它的這個船軌的 所有的無線電天性 全部折斷 整個船在台灣海峽 繞圈子 被那個巨浪海浪 這樣繞圈子 所有人都認定 我們沒命了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呢 那麼因為狂風暴雨 不知道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沒命了 他們的負責的這個指揮官呢 突然間把船上的 媽祖的神像拿出來 就在甲板上面 拿著媽祖的神像高喊 媽祖救我 媽祖救我 最後這艘 這麼跟施朗一樣嗎 對 最後這艘船 那麼已經 其實快要存掉 快要被打沉了 就這樣在海浪上飄飄飄 沒多久 隨著海浪突然間停下來 他沒有任何的動力 突然間有人喊了一聲 前面看到基隆了 他們獲救了 船上有一位先生 那麼他隨著這個 反攻救國軍的這個 等於說南海突擊隊的船 來靠岸這個基隆了以後 上船了以後呢 因為他會拍攝相關的 電影的這個紀錄片 後來就成為我們台灣 第一個拍攝這個媽祖電影的 編劇跟導演 對 就是他 就從此以後開始拍媽祖了 沒有錯 這就是媽祖在台灣 因為他在海上救了這些 那麼所謂南海突擊隊的這些 反攻救國軍 所以後來才有了這一部 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部的媽祖電影 那除此之外呢 媽祖會不會辦案 不僅媽祖會辦案 他麾下的虎爺也會辦案 為什麼呢 那麼在高雄的天后宮 高雄天后宮的 我們常常在下面的等於說 媽祖的神廟下面 會放很多的虎爺 有一天他們發現 其中一尊虎爺不見了 被偷了 被偷了以後呢 調出監視器看了以後 發現是一個男性的男子 給偷走的 但問題是 那麼他為什麼要偷虎爺呢 因為其實有好幾尊的虎爺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透過信徒 很多的信徒就跟媽祖跟虎爺 那麼這個等於說 這個祈禱 希望能夠讓這個虎爺回來 能夠讓這個人 那麼偷走虎爺的人 良心發現 三天後接到一通電話 一個男子打電話來 跟天后宮自首說 虎爺是我偷的 能不能原諒我 我把虎爺的這個精神 給送回來 就這個人 送回來以後 再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送回虎爺 他說其實是因為 他身體多病 然後經濟情況不好 所以他想要把虎爺 引回家裡來 我們很多人都會把這個神明 給引回來 然後呢 希望能夠身體 那個健康狀況 能夠好轉 經濟的狀況 能夠好轉 所以呢 那麼就來到了天后宮 未經虎爺同意 就偷偷把他給帶回家 從那天晚上開始 他說他連續三天 做了一模一樣的夢 什麼樣的夢呢 在夢裡面 老虎虎爺就追著他跑 要咬他 然後他就更糟糕 因為他本來是身體就很差的吧 結果夢裡面 就被老虎追著跑追著跑 醒來以後就做了那個夢 然後輕輕想說 是不是我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做這個偷窃虎爺的事情 可連續三天都這個樣子 所以最後他受不了了 所以直接打電話 跟天后宮講這件事情 後來天后宮 決定接受他的自首啊 而且他不是身體不好嗎 那也是這個經濟有狀況嗎 後來天后宮 那麼請他來到了天后宮的以後呢 請示這個媽祖跟輔爺啊 連拔七的聖杯 最後天后宮 讓一尊輔爺 那麼直接由他 帶回家裡面去供奉 那他就沒做夢了吧 對沒有錯 那事實上呢 媽祖像這樣的事情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到廟裡面去偷金牌啊 對 你最提到的是 原來我們的太平島 由我們之前的海巡署的副指揮官 弄了一個媽祖神像那邊 安定這個當時的軍心 可是海軍是真的拜媽祖的 而且海軍有一個秘密的媽祖廟 對 這是我們全台唯一的海軍媽祖 全台的海軍媽祖 在北方澳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我們的蘇澳軍港這里面 等一下 這就是這個 對就是海軍媽祖 海軍媽祖 那你為什麼 海軍媽祖 是啊 因為你知道以前北方澳這個媽祖怎麼來的 他其實是以前這個唐山過台灣的時候 飄到這個北方澳的時候 結果就這一尊媽祖呢 因為隨著船過來嘛 就安置在這個石洞裡面 結果呢 這一些 漢人要走的時候呢 要問說媽祖要不要走 媽祖說我不走了 我就正在這邊了 媽祖不走了 結果後來你知道 蔡謙你知道嗎 蔡謙就是正成功的部下 後來這個在那個什麼做海盜嘛 後來跑到北方澳 捐錢幫他蓋了個媽祖廟 一直到了後來之後呢 你看到喔 因為到了民國六十三年左右 因為蔣中正需要用這個地方 當作蘇澳的軍事基地 所以怎麼辦呢 就把這裡的居民呢 遷到南方澳 那南方澳的時候 這個媽祖也不走 他說他在北方澳裡面 不走 他不走 所以現在變成說 北方澳有一個叫晉安宮 他就在我們的海軍營區裡面 海軍區 對 然後南方澳還有一個晉安宮 也就是從北方澳過來的居民 把那個所有神明安置到南方澳 那北方澳原本那個媽祖就不走了 就還是留在那裡 那所以你看到 就怎麼拔筊 他都不走 對 都不走 而且重點是什麼 在這裡的海軍指揮官 就要接廟宮 就接那個所謂的廟的主委 所以這個廟的主委 就是海軍當地的指揮官 這裡的指揮官是他的當然廟宮 是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參拜這個廟的話 你要去申請 你要繳交身分證 你要進到營區之後 用海軍帶領著 然後你去這個進鄉 那當然也可以拿這個平安符 但是他也順便幫你這個海軍的相關的東西介紹一下 所以看得看出來 後來這個Q版的媽祖的神像 是海軍在民國99年 98年左右去興建起來的 他用石頭去把它刻出來 然後用一個Q版 所以我們現在在市面上看到很多Q版媽祖 事實上海軍早就在叫做Q版媽祖了 所以這個東西形成營區當中的所有官兵弟兄們的信仰中心 所以你看到這上面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也是有這個官兵奉送的金牌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不是只有在太平島或是東沙島 連我們在蘇澳這個地方也有這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還有這個宜蘭是全台灣唯一一個海陸的那個遶境的這樣的一個媽祖 海陸遶境 對 他們宜蘭有半個什麼 媽祖遶境在海上遶境 對 在海上遶境 他有一半在路上遶境 一半在海上遶境 從蘇澳出發 然後往北走 繞了龜山島之後 到了頭城 到了烏斯港之後 然後進入到這個路上 來路上遶境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